有的人呢 睡觉吧 我想先问你个问题 明天再问 不行 不用我睡不着 应该是有的 Allow me to be 我又死了 死了 对手看起来很专业啊 快了快了快了 马上打完了 死了 马上啊 输了吧 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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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聋了 不敢 我搁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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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上吧 上吧 你敢死了吧 她没呢 我马上打大龙了 唉 还好那个人是你 这一定是命运的赠予 其实是错误的出场实际 也没阻止一场注定的相遇 还好那个人是你 那必须是爱情的道理 就算是痛苦的过程里 也值得一次奔赴的勇气 Go away with me tonight 月亮星星低上了眼睛 你怎么在家 我 我有点饿了 我想回家煮个面吃 所以就 就把厨房里炸了 我 我这就收拾干净 怎么样 你没事吧 你不会做饭干嘛勉强自己 小吃是没跟我说 我做了给你送过去啊 你不是也有自己的工作吗 等会儿 你为什么回来了 我是拿个东西 我还得回去上班 你去休息一下吧 我来收拾给你做饭吃 我收拾吧 我来吧 来吧 小心点 你去吃饭吧 行 我本来想的是呢 回家做几个菜 给你送到银行去 给你一个惊喜 但结果你也看到了 所以呢 我就想了一个单币 我想点外卖冒充一下 谁知道你搞什么突袭 你怎么会突然想做饭给我吃啊 不是突然 早就想为你做点什么 想了半天才想到这个 一直以来 都是你在关心我的生活 照顾我 你都无法想象 要是没有你 这段时间 我得过得多么病荒马乱 我其实就是想告诉你呢 现在咱们俩是一体的 我也可以照顾你 我也可以为你付出 那你也不需要 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啊 这件事情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杨华 我知道你有你的工作 不过是家庭跟事业的话 你一定会选择家庭的 但是我不希望家庭成为你的阻碍 我希望我们两个都可以变得更好 而不是不要牺牲掉 那如果有一天 我失业了呢 我养你 就是你 反正 你无论在哪儿 都会做得很好的 你在家里做得很好呀 前提是你必须 心甘情愿极乐在其中 反正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支持你 像你支持我一样支持你的 谢谢你 可是我谢谢你 谢谢你来到我身边 我也谢谢你来到我身边 有的人呢 一辈子也没有上过庭 所以多少回有点紧张 礼贷的上行水平还可以 它会引到你的 到时候你说你该说的 其他跟你没关系 杨华先生 根据你的个人简历看 你之前就职于加拿大 恒利金融有限公司 请问当时你的职务是 积薪行李 别说话 别回答 你怎么回答了 你怎么回答了 给你一个独家大褂 杨华和瑶瑶 王总知道什么事 秦律师 我觉得很久以来 你对我都有很大的敌意 我能知道原因吗 那就麻烦王总告诉我 当年让杨华投资海拨生物的人 是不是邱剑相 你为什么非要把一个 不上班的人包装成一个精英呢 我这个人呢就是 爱琢磨事情 百思不得其解 我该问谁呢 要不我去问问你们唐总 王总